字幕君 初九・雅之大 先敬禮 兩名和尚 沙嘉 陣空上士 十六四大寶法王喀玛巴 徒登达尔吉喪尸 敬礼坦承三寶 敬礼同修本尊 房财神真巴 师母 各位喪尸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同修房财神 那我以前讲过 在天上最富足的就是天王 在海上最富足的就是龙王 在地上最富足的就是山神 监牢地神 是最富足的 那我们跟这个真巴拉祈求呢 这个资粮充足 资粮充足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每一个人有了资粮 那么他自己要修行 就比较容易 没有资粮呢 你在密教来讲 相当困难 因为一个谈诚的布置 就是有的要用金 有的要用银 那么请诸尊跟布置一个谈诚 都是需要金钱的 那么你在闭关也好 或做修行的功夫也好 都是需要资粮的 菩提事业也一样要资粮 所以我是跟大家讲 这个 你要修行 一定要先准备资粮 以前在藏地 你要求一个法灌顶 他们不是用钱来算 是用牛来算 几只牛求一个灌顶 求一个灌顶就要几只牛 你没有牛还不行 你没有羊也不行 所以有时候大的灌顶 大家都亲肤 随便包个十块钱的美金 你就要求这个很大的灌顶 那当然是不太可能 但是现代就比较方便 师尊一直认为 这个资粮在大家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自己是不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来讲 我可以以西空来布谈 甚至以自己的身子来布谈 自己的身体来布谈 那像所有的佛菩萨 那按照密教的灌顶仪轨 是要上师很虔诚的念经 持咒修法 那么请西空中的本尊 降在这个真巴拉的身上 降在真巴拉的身上 今天修真巴拉法 就是他就要请他下来 降在他的身上 然后上师在以这个灌顶瓶 请真巴拉进入这个灌顶瓶 融在水里面 然后给大家灌顶的时候 就等于真巴拉 以甘露给你灌顶 这个有几个程序 就是从西空中的智慧本尊 到谈成 然后到了灌顶瓶 由上师呢 这个 在以真巴拉的甘露水 给你做灌顶 那有一套的这个 程序跟方法 便没有那么容易 说要 这个上师本身要修法 要念经 要持咒 迎请本尊降到谈成 再降入甘露瓶 再由甘露给你做灌顶 所以在藏地 它资粮必须很多 或者走很远的路 你才求到一个灌顶 不像现在 这个飞机一坐 不到一天就到了 求师尊灌顶 这个几斗鲜花 那几块饼 就灌一个顶 那么给佛菩萨这个 这个红包 给佛菩萨红包 也是随意的 这个有时候大法 便不是这样子的 大法必须布 这个所有坛层的 种种的供养 它需要的一些供养 像布花坛 就是整个的灌顶的地方 全部都是花 有时候灌这个恶灌 红花跟白花 同门就买一朵玫瑰红 跟买一朵白玫瑰 一个红玫瑰 两枝玫瑰就这样子 就要求这个红白花灌顶 其实是要布置花坛 这个整个满地都是花坛 这个要观想 整个虚空中 全部都是花坛 要这样子的 那么三观 无上密布 那更不得了 那三观比二观还要厉害 那么男的呢 要观顶 他自己是本尊 灌顶 他引请他的本尊来 那么你的呢 是要做这个空行母的灌顶 这个男的跟道理 道理就是说 男的的伴 有的时候是他的适者 有的时候是道理 办理 道办 什么是道办呢 很重要 道办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打坐入定的时候啊 你进入定中的时候啊 有时候会是前阴的现象 前阴的现象才会入了定 阳的现象不会入定 阳是在动的 阴是不动的 阴是不动的 阴阳的道理是这样子 阳呢就像太阳 阴阳的现象 他是完全在流布金光 很多的光出去 始终在流布他的光 不停的 阴呢就是代表阴 他是冷的 他必须要静下来 一定要阴才能够静下来 那前身都是阴的时候啊 就进入完全空无的世界 这个境界也很难入 人家讲完空完空啊 什么都忘掉了 什么都忘掉了 在这世间上也很少人 这样子能够到达那个境界 我们讲完空 你以为完空很容易啊 不容易啊 因为你的阳一直在的 它一直在这个光滑四射 要进入完空的很难 把这个阳全灭了 全部变成阴 才真正进入完空 那么禅定啊 就是说在完空当中啊 一阳来复 这个阳的又出现了 一点点 这个叫一阳 修行就是这个一阳来复的时候啊 你其他都是阴的 只有一阳来复 就是禅定 你全部都是阴的 不是入完空 就是死了 就是死掉了 就是死掉了 全部都是阴 一阳不来复 你就死定了 所以修行也不简单啊 要进入真正的禅定 也不容易 要进入完空也不容易 从打坐 你进入完空的时候 是起不来的 他没有一阳来复的话 你是起不来 醒不过来啊 一直在禅定 在安乐之中啊 那旁边有四者 是比较好的 他可以说 跟你耳朵讲一下说 应该出定 有一个声音跟他讲 这个摇一个灵啊 就是叫你出定了 旁边如果没有四者 你进入五阴状态 那你就出不了定了 曾经有人是这样子的 修行 那出不了定 像六祖禅师啊 他的弟弟 一直出不了定 那也没有死 就像动物冬眠一样啊 很少的呼吸 但是出不了定 一直在安乐之中 经过了很多的 很久了 六祖的弟弟 经过很久的时间 被人家砍树的人 一砍 里面有一个人在禅定 然后把他喊醒 然后把他喊醒 他醒过来 我一养来父 醒过来 他就问那个人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他说现在是清朝满清的时候 他已经坐多久了 根本就是坐很久很久 几个朝代他都坐过去了 他说我的哥哥啊 六祖啊 现在在哪里 六祖是什么时候的人啊 唐 宋 颜 明 清 经过了五个朝代 他还在禅定啊 然后他听说 他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他一听他哥哥大概不在了 他又入定 这一入定不知道又要多久了 所以这个入定也是很不容易的 入定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人的身体是一个谈诚 人的身体是一个谈诚 修行蛮困难的 你一定要知道 一阳来父的时候 就要开始用功 把它变成 所有的阴变成阳 就变成存阳了 存阳就能够飞升 就成为大罗金仙了 所以修行的道理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先天 先天是先天的佛性 这个一进到人的身体以后啊 这个天灵盖 现在一关闭就变成后天 后天以后就产生七情六义啊 本来先天是不动的 进入后天的话就开始动了 七情六义什么都来了 所以就忘念不停 你就回不去了 回不到先天 就回不了佛性了 要回到佛性 所以以前古人讲 你要少益知足啊 少欲望 知道满足 甚至把所谓的欲望 全部断绝掉 你要呈现很容易啊 你要把所谓的欲望全部断绝 色声香味触法全部关闭 七情六义全部断绝 你才能够成就大罗金仙 才能够成佛啊 这个就是修行 但是其实讲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七情六义每个人都有 全身里面不是阳就是阴 在那边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那么今天洗金刚里面讲到这个左佛 左佛是纯阳 但阳中也有阴 所以有时候阳中有阴啊 阴中有阳 物形就是这个样子 人生就是一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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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呢在慧 金呢在慧 木呢在干 水呢在慧 水呢在慧 佛呢在心 土呢在慧跟壁 这是我们宇宙啊 这个五行啊 配我们的五脏 五行配我们的五脏 那密教的修行啊 这个水啊 在上 佛在下 这个灼火生起来啊 平时我们身上就有佛 只是你把他这个交际啊 用意念观想 用完全呼吸去吹 吹 然后把那个颜色 集中在一个点 就放了 他就产生出来 出来的话就是 在道家是寻坐 后面往上走 脊椎骨往上走 经过这里 在这边是任脉 前面是都脉 就是任都二脉 这样子循环 就叫做小周天 什么是大周天啊 那太阳跟月亮 行一直在回转 一直回转 一年啊 三百六十五度 这个就是大周天 小周天跟大周天是相应 相应的 所以修行有的时候要看时间 你什么时候要升着佛 要看时间 所以我是运气好 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呢 宇宙的能量全聚集在我之一生 一下子把灼火就燃起来 就等于太阳啊 进到你身体里面 你一下子 这个金法 金法黄金的光法全部闪耀出来 产生的光 产生的光 还有佛 跟红色的 一种灼火 在你身上燃起 这个是我自己的幸运 可能也是缘分 是缘 其他的人呢 未必有我的幸运 像米娜日巴也修很久 刚不八也修好久 修走佛都修很久 刚不八至少修了三个月 他修了三个月的走佛 这个都是缘分啊 谈到缘分啊 我要讲说 回到西雅图的时候啊 这个 征活密宴啊 突然间 就来了一只喜怯 这个喜怯啊 一连七天耶 一连七天耶 表示我家有喜事啊 那喜 问题是这样子啊 我是一个出家人啊 对不对 哪有什么喜事可以谈啊 六十八岁 还有什么喜事可以谈 不过那个喜怯是真的来 在西雅图的 谁看到喜怯了 几首 你看嘛 哇 好多人看到喜怯 一连来七天 给我报喜 我说 哎 我是不是要结婚啊 真的来报喜啊 但是六十八岁的和尚哪有可能啊 这个问题就来 所以问题很多耶 这个缘分也不能这样子 就来这个缘分吧 总之啦 我就是V婷 等吧没有办法啊 奇怪啊 喜怯一连来七天 大家都看到的嘛 那必真法师啊 无缘无故 从雷杖寺走出去 就看到地上有一支签子 签啊 他就把它捡起来 他一看喜怯来了 那个签竟然是喜怯来了 必真 必真教授师啊 有没有这回事啊 有啊 他就是捡到一支签啊 就是喜怯的签啊 那一有真的喜怯来 那一有真的喜怯来 又捡到一支那喜怯的签 那一有真的喜怯来 好像要逼我结婚啊 好像要逼我结婚啊 有的时候啊 人结了一次分 哦 这个是喜怯的签 哦 真的 喜怯沾签 以前抱好音 知今千里亦归心 秀为重结阴阳带 哇 夜落香雕木舍青 在晚上的时候 当然是秀为重结阴阳带 好是好啦 但是有的人哦 结了一次分以后 已经很害怕了 哪敢再结第二次啊 再结第二次 不是掉到水里就死了吗 一次已经很吓人了 哎 人生都是缘分啦 我们就等待这个缘分的到来 好 一二十八岁 在等待缘分 很可怕哦 不过我满幸运的就是我着火生起来 真的 有的时候走火是生不起来的 很难去 很难去成就这个走火 那这里有一个笑话是这样 有一对夫妻去放街 他们就把车子停在路边 因为等他们买完东西啊 买完了东西回来的时候啊 发现小偷正开走他们的车子 他们拼命的追走汽车 但车子还是被小偷开走 这个老公就讲了 真是糟糕 连小偷长的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 他老婆讲啊 没关系 我已经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 所以修行也是这个样子哦 他以为他自己有成就 其实没有的啦 那是空的 你记下了什么都没有用啦 那是理论啦 所以必须要实际去做 你走火要生起来要实际去做 那先修五肉 再修走火 最后修明点 这个我过去啊 我读了这个 纳洛八六法 就是白教的祖师 地洛八 是第一个祖师 纳洛八是第二个祖师 然后呢 马尔八是第三个祖师 前面两个是印度人 再来就是藏人 马尔八 米勒日八 刚布八 都是白教的祖师 他有纳洛八六法 当中就有着佛法 当中就有着佛法 教你着佛法的方法 另外有一个尼古马六法 这就是地洛八的姐姐 叫做尼古马 是个女的 她有尼古马六法 其中的着佛法 就不是那么容易 真的不是很容易 所以你要把着佛生起来 必须要应用 所有的交际 全部集中在佛典 然后把它点燃 我自己也曾经教授这个着佛法 请大家依着佛法去修学 就是金刚骇姆 着佛定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上市 这个必须要有人教的 而不是看书就可以成 要有师傅教 然后他又教你 你哪边不完整 他会教你 然后你出现什么现象 或者是昏迷的现象 或者是牙床肿起来 牙龈肿起来 鼻孔流血 眼睛红 头痛 甚至有一些幻象出来 看见烟 看见佛 还有怎么样 都是一种现象 这个要请教金刚上师 每一个现象都要请教 因为请教呢 以后啊 你就很容易把着佛生起来 你不请教他 着佛是生不起来的 我这里讲 我是着佛王 我们小的无肉 不是只有明点的肉 不是只有明点的肉 包括你烦恼 妄念的肉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这个 妄想 七情六义 全部都是肉 所以肉 所以肉不只是物质上的肉 也有心灵上的肉 是两种的肉 是两种的 你经常啊 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你的人根本就没有精神 如何去修行 那就是一种肉 胡思乱想 七情六义 都是一种肉 还有你 生理上的肉 也是一种肉 所以有生理的肉 还有这个心灵的肉 所以修行呢 是要把心灵的肉 七情六义停止下来 那你很好 很好睡觉 如果很好睡觉的人 就是他的妄想跟七情六义 全部没有 当你躺下来的时候 全身变成阴 就进入梦中 就进入这个睡眠 很好的睡眠里面 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还有阳气在 你就是半睡半醒之间 你还是清醒的 真正的睡你没有达到 你精神不能恢复 所以睡眠要自然 把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你才能够真正睡着 这个叫做真的睡 才能让你的器官做修补的功夫 那要把你的妄想七情六义全部丢开 你才能真正的睡眠 这世间的人呢 所讲说 我有真正的睡眠 我睡眠很好 这个人还是很少的 有的时候是浅睡 因为根本你就是 还有阳佛在 还有妄念在 你只是在弥腹当中 这样子弥腹弥腹 然后以为就睡着 其实没有 你还是在弥腹之中 便没有真正的睡 所以人要有真正的睡 所以才能够补充你的身体的机能 等到一阳来复 就是你醒过来的时候 一阳就来复了 只有一阳来复你才能够醒 一阳不来复你就永远睡觉 一阳就是死了 所以阳跟阴是这样子的 阳跟阴是这样子 像天一样啊 太阳下去了 全部都是阴啊 太阳升起来了 刚升起来那一山 就是一阳来复 阳气又来了 阳又出现了 就是一天 一天又开始 一天又开始 你精神来了 一阳来复 一直变成阳阳阳阳阳阳阳 阳到中午 就开始阴阴阴阴阴阴阴 阴到晚上 然后又睡着了 这个就是自然现象 没有人教你你也会 那个小孩子没有人教你 该睡了 怎么不睡 小孩子也会 他懂得 他自然就是这个现象 他自然就是这个现象 晚上他就睡了 白天他就醒过来 就是一阳来复 这个我是灶火王啊 生出火焰 入火光定而入境极 这个灶火生起来 在小周天的时候啊 你会把所有的念头也一起烧掉 你在火光定中啊 你在火光定中啊 全部都是火 那把你身上的所有的业障也烧掉 七情六义也烧掉 把你的烦恼也烧掉 什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就容易入灼火定 就是在火光定 就是在火光定之中 叫做火定 因为佛教里面也提到 有所谓火定 火的光明定 跟水的定 就是靠阴的 那火的定 就是靠阳的 是这样子而已 这个修行啊 这个修行啊 如果没有一阳 来换行你 你就死了 全部都是五阴 到六阴 你看 这个八卦里面 全部都是断 断了就是阴 接起来就是阳 你全部都是断 就是乾坤 就是地 地就啊 就葬在地底下 所以一定 最后一定要有一阳来附 就接起来 那时候啊 你如果不醒过来 那就变成鬼了 人如果到了全部都是阴的时候 就变成鬼了 这边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讲啊 讲给你们听啊 俗甲里面有一个甲棋啊 这个胆小的阿叶 随着旅行团出国去旅游 这一天呢 他们参观了德国的古堡 我们有德国的地址在这里 德国的古堡 古堡内呢 阴气正正 鬼气生生啊 这个阿叶变很心惊胆跳的 就问站在一盘的城堡的管理员 你们这里有没有闹鬼啊 就问那个管理员说有没有闹鬼 古堡的管理员一听啊 说福说八道 这个表现得非常生气 必然在这里服务了三百年 从来没有看过鬼啊 服务了三百年啊 全身都是阴啊 那就是鬼了 你有着佛就是阳 你看 存阴也可以修成 你存阴存阴成道 这是中阴成道 中阴的时候还有一点灵性的话 就成为鬼仙 这个阳气全部都有了 阴气没有了 就成为金仙 叫做金仙 那么金在五行里面呢 就叫做佛性 佛性就是金仙 大罗金仙 佛也就是大罗金仙 就成佛了 前存阳就是佛 存阴就是鬼 存阴得到了 叫做鬼仙 存阴 存阴得到大罗金仙 差别就是在这里 这个灼火 你灼火生起来啊 身体可以出大佛 这个光明米布啊 光明都是米布 可以进入到第四禅定之中 第四禅 当然要进入最深的维系的禅定 也要靠阴 但是你那个阳火始终都是在的 很简单的讲 现在我们一个 一个热水炉啊 总有一个母佛 一个母佛 你要升起着火 你把佛 转的大一点 他就 就起来 这个水就整个都热了 水就整个都热了 全部都是一样 你这个一点母佛一定要在 这个才是修行 你深入禅定第四禅 只剩下一点母佛 这一点母佛就叫做一阳 那你要这 马上啦 你要醒过来 一醒过来 就是一阳 然后开始 让他这个佛一直上升 这个从任脉 都脉 这样子上升下降 这个佛燃前升 你就可以入于第四禅定之中 存了那一点母佛 全部都是冷的 就变成液 所以液量啊 什么时候最延 就十五 应该是 十五、十六、十四、十三 都是延的 你存阳的时候啊 一定是上弦夜下弦夜 所以有一首诗啊 就是独上高楼啊 夜如宫 这是阳气盛的时候 阳气很盛的时候 叫夜如宫 夜如宫是上弦夜 夜如宫 夜啊像一个弯宫一样 这样很小 其他都被太阳遮住 哇 第十六章讲完了 为什么要修着佛呢 这个着佛 密教的着佛是 从中脉往上升 一直到顶 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着佛升上的顶啊 就遇到冷空气啊 这边就变成这边是水啊 这里完全是凉的 佛要是凉的 佛很凉 很舒服 这里有菩提心夜意 凝固在那里 就像冰一样 这个佛一染上了冰 冰就降干入水 冰就溶解 冰点就下降 冰点就下降 就产生四喜 密教是这样子讲的 所以走佛必孝 生起来以后 他才能够把自己的菩提心夜意的 这一块冰 给他溶解 溶解了他就变成雨 他就下来了 你看 这样子才能够把你的五轮全部给他打开 五轮才能够打开 这个跟气候有关的 地上的热气 往上升 升上了西空 碰到冷空气 他本来冷空气是凝结的 就变成云 那云就下雨 这个跟你的身体完全是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水蒸气 热气上升到西空中 碰到冷空气 所以凝结变成云 云又变成雨就降下来 这是天后 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 你的热气啊 热的走佛升上来 触到了菩提心夜意 这个凝固的冰啊 他自然他的滴水 明点就下降了 就经过了 好像喉轮 心轮 忌轮 然后到密轮 然后把他提住 又往上升 又往上把他升上来 这样子来来回回 就会把你的五轮给他打开 你看到佛形 这是密教的说法 其实你的身体里面啊 跟宇宙的这个道理 完全是合一 相应的 你要懂的 这个道理 道理是懂 就是做起来很难 你菩提心夜意要溶解 一定要灼火上去碰他 你那个热气不上去碰他 他那个凝固的菩提心夜意 怎么下降 那就是这个道理 那个我讲第十八章 那什么没有十七章 刚才讲到十七讲完了 我都不知道 很好玩 这个有一个牙痛的病人 满脸疼痛的问 拔一颗牙要多少钱 牙科诊所 挂号出的小姐回答他要三百块 三百块 他说拔牙只要两分钟 要三百块啊 那个医生跟病人讲 那个医生跟病人讲 如果你嫌时间太短 我可以慢慢给你拔 这个快跟慢啊 真的是缘分了 有的人修的就速度特别快 他平时好像也不怎么修行 突然有碰到好的老师教他 你要怎么修怎么修 他很快就成了 还有的人很认真修行 他从年轻就开始修到老 什么也没有 那没有话讲 那个拔牙拔太慢 快跟慢啊 都是缘分 真的有很多人 很多人修行啊 他不是说 哦 有什么那个特别的怎么样子 特别的修法 只是跟着师父这样子学 他就做成了 有些人修一辈子 他始终在原地里面踏步 没有办法 这个只能讲说这是缘分 这就是缘分 那像师尊走很快就成 那真的是缘分 前世啊 可能有关联 像这一世 好奇怪啊 我以前 很多世很多世以前 我也当过这个 当过房地嘛 对不对 那房地当然有房后啦 有这个兵啊 有飞啊 这个 后宫加力三千啊 像那个文王 周文王 他说他后宫加力三千 但是他疼爱的有三十三个 疼爱的他就有三十三个 周文王疼爱有三十三个 那么他一共生了九十九个小孩 周文王生了九十九个小孩 最后一个是他逃难的时候 捡到了一个小孩 就叫因为打雷 在虎木旁边捡到一个小孩 就凑成一百个 就叫雷震子 雷震子就是他打雷嘛 然后捡到一个小孩叫做雷震子 雷震子上一百个小孩 所以中国的传说有百子千孙啊 生一百个小孩 生几千个孙子 再传下去就几千个孙子了 那周文王他有起 他喜欢的有三十三 三十三 生九十九个 那他的后宫还有加力三千 通通没有用到 那么师尊的缘分也很奇怪 也是奇啦 这个 自己过去世嘛 就是有那一种缘 现在这一世 当然也有很多缘 很多缘会跑来跑去 跑过来跑过去 我也是眼花缭乱 这个 没有色盲也变成色盲 眼花 眼睛花都缭乱 这个 就是缘分嘛 没有话可以讲 什么都是缘啊 你只要知道是缘分就好 那其他不用讲了 这个 修行能够成啊 能成不能成 主要还是缘分吧 主要还是缘分吧 事情啊 都看得如幻如梦 因为洗金刚的出现 也是在生于不生之间 生于不生之间 你要它生 它就生 要它不生 它就不生 那不是如梦如幻吗 好像在做梦一样啊 我们在人世间也一样啊 做梦一样的 如梦如幻 没有什么真实感 你要抓住一个什么叫做真实 非常的困难 很多的烦恼在你心中翻腾 那你知道一切是犯的话 那比较不会有烦恼 不过是梦 不过是梦 不过是犯 就算你有真实的肉体 其实也是犯 洗金刚出现 也是一样的 好像是真的 好像又是假的 佛菩萨出现也是一样的 所以什么叫如来 就是好像有来 如气 好像有死有去 其实是没有来也没有去 才叫如来 如就是像嘛 来就是说有来到世间 其实是没有来 佛性本来就是佛性一直在运作 身体是假的 有一天要抛掉 所以这个就是如犯成就 犯生成就 所以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拔牙 我说没有关系的 拔牙也不会痛 现在拔牙也不会痛 应该拔就拔嘛 反正牙齿坏了 如幻如梦 有牙变成没有牙 你可以再装啊 现在有直牙 你看直牙又来了 人到最后剩下的牙齿是什么 假牙嘛 对不对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牙齿的笑话 有一天啊 老师听说小明家里养了很多鸡 就用鸡为题 什么是润的鸡 什么是老的鸡 什么是润鸡 什么是老鸡 小明回答 知道 从牙齿去认识 老师很奇怪 奇怪 润鸡跟老鸡怎么从牙齿去认识呢 小明就教这个老师了 这个牙齿一咬啊 这个肉质又细又润 又烂一定是润鸡 要不然就是老鸡 咬不动的就是老鸡 这又是牙齿 这个 如梵 梵生 就是这样子 我讲我六十八了 同门就跟我讲 人生七十啊 才开始 才开始 我说开始什么 开始头发掉光 像我这样 开始眼睛啊 视力模糊 开始重听 听 听不到了 你问那个 莲高上师就知道 莲高没来 他耳朵就要装耳机 因为他重听啊 然后 牙齿也掉啦 他头发本来就掉了 然后眼睛视力也不好啊 身体器官都败坏啦 就是人生七十才开始全部坏 你不要扶我啊 不是人生七十才开始 七十才开始全部坏 你不要扶我啊 这个光明啊 就是把七情六欲全部扫除 回到先天 回到佛的本性 就是正洁啊 你要光明好像我们修相应法 我讲过了 你身体不清净 你如何修相应 你里面 就这个头啊 头壳啊 看起来蛮清凉的 其实是在发烧啊 发烧 这个发烧是你的思想 妄念太多 妄想妄念太多 妄想妄念太多啊 你要光明 你心中有光明 射到这里就被挡住了 没得光明啊 那身上呢 五脏六腑 都是脏的 你怎么洗也洗不掉 妄念始终不太多 现在流行咖啡灌肠啊 从咖啡啊灌肠 不是从嘴巴灌下去 是从屁股灌 然后把肠子 六十八年来的这个污秽啊 从肠子里面把它清除掉 跟通水沟一样 六十八年没有洗那个水沟啊 把它全部把它洗掉 洗掉啊 那个水就清净啊 就是光明啊 佛菩萨才能够进到你的身中啊 你的身坛成 你身坛成一定要光明 要清净 才能够跟你相应啊 所以我讲说不相应 就是你妄想太多啊 七情六意太多啊 造的叶太多啊 里面全部都是脏的啊 没有洗干净 洗就是修行啊 所以不能出光明 那这个问题就是比较麻烦 那么修洗金刚 也升起走火 就会让你的身体的业障 全部烧化掉 我们做护魔叫外护魔 外护魔 就是把那些东西全部木材 全部烦恼烧掉 化苦为乐 内护魔就是走火 把你的所有身上的一切的业障 全部烧掉 叫内护魔 外护魔就是我们明天要做的护魔法会 内护魔就是你身体 你身体着火 把你的一切的物质 跟所有一切不好的业力 烦恼 妄想全部烧掉 叫内护魔 正觉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啦 你全部光明 物质全部烧掉 你得进入佛性 你就得到正觉 就洗金刚的三大成就 这个人有业障 是这样子的 私心很重 那个有一个叫做 小明跑到警察局跟警察讲 警察先生啊 请你快来救我爸爸 有人跟我爸爸打架 打了很久 这个警察就说 既然打了很久 你怎么拖到现在才来报案 那个小明就讲 刚开始我爸爸是打赢的 现在我看我爸爸赢不了 所以才来报案 这个就是私心啊 这个就是私心 你爸爸打赢了 你就不报案 打输乱你才来报案 这个就是私心 所以修行不能有私心 不能有分别 没有分别 每一个人都是好 都是善 平等没有分别心 就是好 然后我们对于人 平等没有分别 对动物也是一样 平等没有分别 其实真正你修成正果 也是一样 平等没有分别 众生都在苦中 都是在苦中作乐 要救众生 你必须要平等没有分别 不管哪一个人业障多重 都要想办法去拯救他 你不能去舍弃他 舍弃他你就是有分别 所以完全是不舍 不舍一个众生 就是师尊发愿说 不舍一个众生 就是这样子来 我看有什么好讲的 对了 等明天再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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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